Hello,大家好,我是唐光燦 欢迎来到我的课程 今天给大家带来老上海汛鱼的做法 那么首先呢 我们来介绍今天的主料 草鱼一条 这个草鱼呢,我们要提前 宰杀干净,清洗干净 去除内部的黑色黏膜 剩下的这里是 冰糖 老抽,料酒 生抽,还有番茄酱 五香粉 葱姜,八角 桂皮,一个草果 还有干辣椒 准备好这一切,咱们就开始操作 草鱼的分割视频呢 我发了很多 今天在这里呢,就不跟大家详细的讲解 有想看的同学呢 可以翻译观看 并且学习新的菜品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改刀的块的大小呢 大概两厘米左右的厚度 这里呢,是所有改刀好的鱼块 包括鱼头,鱼骨都放在里面 接下来我们用清水呢,把它冲洗干净 我们将冲洗干净的鱼块中呢 加入适量的葱姜 少许的精盐 还有适量的料酒 这个精盐呢,不要太多 一斤的鱼中呢,大概加到八到十克的精盐就差不多了 加入少量的老抽 老抽也不要加的太多 拌出来呢,是这种颜色 等一下我们的料汁中呢,还会加一些老抽 将焯拌好的鱼块呢,放入一旁 腌制一到两个小时左右 在腌鱼的同时 我们来熬制料汁 也就是熬制这个熏鱼的料汁 起锅,加入适量的清油 下入提前准备好的冰糖 咱们这个呢,不是炒糖色 这一步呢,是为了把冰糖熬成液体 这样呢,让这个汤汁更加的粘稠 更容易的挂汁 用勺子轻轻的敲打 把冰糖敲碎 随着锅内温度的不断上升 此时锅内的冰糖已经成为了液体 这个时候呢,我们顺锅边 加入番茄沙丝 这一步的目的是防止热油的绷件 一定要顺锅边加入 用勺子迅速的搅拌 让冰糖和番茄沙丝融合为一体 按照传统的逊语做法呢 是不需要加入番茄沙丝 咱们经过改进 加入番茄沙丝呢 是让汤汁更加的红润 好看明亮 紧接着加入适量的清水 我这里加入了是2000克的清水 加入干辣椒 八角花椒 这个草果呢 我们用刀把它拍扁 下入五香粉 加入生抽 我们将所有的调料加入以后呢 锅内的汤汁的颜色 大概是这种颜色暗红 我们至少要熬至30分钟左右 随着锅内的水分蒸花呢 锅内的汤汁颜色呢 还会不断的上升 首次锅内汤汁烧开 我们转小火熬至30分钟 熬出香料的香味 当锅内汤汁熬到这种粘稠度的时候呢 我们用蜜肉打捞出里面的所有香料 扔掉不要 然后我们继续熬制 熬到汤汁粘稠 明亮暗红 大概像这个样子就差不多了 接下来我们点火起锅 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油 用大火迅速的将锅内的油温 烧至七成热以上 210度左右 我们一片一片的下入腌制好的鱼块 因为我用的是煤气灶的火 不能大量的下入鱼块 否则很容易碎 这一条鱼呢 我们尽量不要一锅炸完 咱们选择呢 是少量多次炸 下入鱼块以后呢 切记不要用勺子在里面搅动 这样很容易碎 当锅内的气泡略少 鱼块变熟 并且呢 是外焦里嫩 这个时候呢 我们捞出锅内的鱼块 大概是像这个样子的颜色 是非常的纯正 我们把刚从热油里捞出来的鱼呢 淋上一勺熬好的汁 利用鱼的温度 瞬间激发出料汁的香味 这一步是老上海驯鱼的零分手法 能有效的让鱼吸收汤汁 一定不要忽略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百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 请给我点个赞 加个关注 谢谢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